国内的电影票房成绩平均每天都能过一元 相比之下音乐市场就要萧条得多 因此在为数不多的演唱电影主题曲的歌手当中 能够成为王者的人自然也在音乐圈里 也能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就目前来说 谁是电影主题曲之王 护选者也就只有张亮颖和王妃两天而已 谁是电影主题曲之王张亮颖 张亮颖在2015年最具标志性的作品 就是为好莱坞电影终结者创世纪 现唱全球主题曲 并以主题曲演唱者的身份 和施瓦星歌使泰龙一起出席影片的全球首映典礼 这样有分量的作品足以证明 张亮颖在电影主题曲演唱歌手当中的排位 好莱坞电影找中国歌手演唱主题曲 至少说明两点 其中就是好莱坞越来越看重中国市场 其二则是这位歌手绝对有足够的人气和唱功 来担当大任 张亮颖在影视歌曲方面的深耕 绝对配得上这样的机会 因此此前她已经为众多国产大片现唱主题曲 特别是华欣 还为她赢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张亮颖在电影主题曲方面的结缘 最早是因为经纪公司背靠华裔影视强大的电影制作能力 曾经有一段时间 张亮颖是华裔出品电影大片的御用主题曲演唱者 其中就包括了她在电影主题曲方面的成名作 我用所有报答爱 当年冯小刚导演的夜宴被吐槽无数 但这首大忌的主题曲却奠定了张亮颖 在电影主题曲领域的高起点 我用所有报答爱 你却不回来 比张亮颖人气更高 实力更强的人当然有 但在影视歌曲方面 张亮颖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成为了最有商业价值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主题曲演唱者 光是2015年上映的电影当中 就有《何以生肖默》 《恋爱中的城市》 《万物生长》 《终结者》等多部影片主题曲 由张亮颖演唱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电影主题曲之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物生长》 《万物生长》 《怀旧》专属相比张亮颖的可塑性更强 产量和质量也有足够的保证 在英语方面还有语言优势 嗓衣又更符合大拼气质 因此张亮颖在电影主题曲方面 显然更有市场空间一些 在小编看来 在音乐市场越来越不景气 而电影市场越来越壮大的时候 张亮颖显然更适合得到 这个含金量很高的宝座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